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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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一下 过来 还不过 副主任 我跟你说 我下领村来调查生产烟花爆竹的事 你看看你们这些村民 不胆不让进 还要掀车 你这村长怎么当的 我说副主任同志 二位大概是不常下领 你听我说 这个农民他文化低素质差 你哪能跟他一般见识呢 你先听我说 我看二位呢 还是趁走 先走 要不是时间长了 我怕出大事 我是下来工作的 你是村长 你得保证我们的安全 我都副主任 你咋就不理解我呢 你说我这个村长 我也只能是把话说道不是 我说还干啥 快散了吧 散了 你看谁听 等他们真的闹事 再走都来不及了 上车 好好 散了吧 散了吧 来来来 走走走 躲开 让开 让开 好 好 就这么定了 农机配件成的项目 咱们实行公开招标 谁最接近标的 咱就包给谁 可我是担心 没人愿意干的 不会吧 这个工程 在咱们县也算个大工程 会没人愿意干 你想啊 咱们把标的定得这么低 对于那些承包商 和建筑公司来说 那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 费劲不少 挣钱不多的活 人家 没多少利润可图啊 老陈啊 咱们先底子薄啊 钱得省着花呀 好 按你的意思 那就这么定吧 其实 我是想让沈丽红 接这个工程的 一来 咱们撤掉了文化广场的工程 要同它缓和缓和关系 给人家一点补偿 二来呢 他的公司是专业搞建筑的 有一定的实力 完全可以保证工程的质量 老米啊 我看你还是不要再碰这个钉子了 农机配件城和文化广场 这两个项目 差的真是太大了 投资就差十几倍啊 利润又这么少 我看 沈丽红肯定是看不上了 这人 总不能老盯着钱吧 要不 我试试给他打打电话 咱跟人家也套套关系嘛 好好 我好像有他一张名片 喂 哪位啊 是沈总吗 我是米树林啊 米县长啊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文化广场又要重建了 沈总真会开玩笑 我们县的农机配件市场工程 就要召开招卫会了 我想以县位的名义 请沈总参加呀 喂 沈总对农机配件市场的工程 不感兴趣 是因为没有文化广场的利润大吧 有这方面的原因 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 是深田县的工作环境还不是很成熟 所以我不想浪费时间 工作环境的好坏是可以改变的嘛 我们正在向这方面努力 我希望沈总能再考虑一下 最好能来参加这个招标会 哪怕是给我们助助威也好嘛 我尽量吧 那好 沈总 这是深田县农机配件市场的资料 您不是说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呢 米苏林主动打电话脚上门来了 给他个面子 再说市里领导对他印象也不错 准备替他当书记 新官上任嘛 当然要干出点业绩来了 要想参与深田县的发展 机会一定不会少 米苏林绝对不能得罪 爹 我已经接到通知了 农机配件市场的工程招标会啊 明天就开始了 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还听人说呀 米苏林打算把这个工程 让个那个市里的沈丽红 沈丽红 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 魏长生听她的话 米苏林也要被她拉下水了 那你知不知道 农机配债市场的工程标底是多少啊 不知道啊 米苏林这次搞得很正规 工程预算都是请了市里专家做的 来 进来 什么 他们进村了 呦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你看你急成这个样 没来多会儿 啥也没看着 还没进村呢 就让我们给哄跑了 你把这你给轰走了 你呀你呀 你看你这事办的 不 我 人家来啊 本来就是挑你毛病找你茬的 你这么对待人家 那能有你好果子吃吗 不 那你说我该咋对了她 我让她进村 我请她吃一顿 要不啥都看见了 行 行 行 我是不跟你啰嗦了 你少给我废话 我估计啊 他们先到乡里去了 我得去招呼招呼去 请问一下你们找谁呀 我找你们乡的党委书记 你们是线上来的吧 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 跟你说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乡党委书记 你是乡党委书记 你们乡的吴书记 我是认识的 我呀是乡党委的副书记 我叫郝翠花 你叫我想好就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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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没听说 你们乡有一个女的副书记 你们那是线上的大干部 这个下乡的时候少 对乡里的情况不太了解 这样吧 进屋说好不好 来来来 请进 请进 您就是县委办公室的 周主任吧 我早就听说过您了 您这次来 有什么 喝手喝水 有什么要紧的任务吗 我是来靠山乡蹲点的 顺便了解一下 你们乡生产烟花爆竹的情况 巧了 这事正好由我分管 情况我都了解 那太好了 你快说给我听听 那行 我就给领导汇报一下 关于生产烟花爆竹 我们乡是下了大利息抓的 今年的产值就比去年 翻了一番呢 我们全乡原来有 十四个烟花爆竹厂 今年扩达到了二十七个 产值有原来的一百七十四万 扩达到了三百六十七万 利润由原来的九十七万 扩达到了二百三十四万 其实啊 生产烟花爆竹 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好形式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这个生产烟花爆竹 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好形式 领导 您不这么认为吗 你接着说 我们香呢 是个穷香 这几年呢 经济发展比较快 都是因为大上了烟花爆竹 抓住了机遇 专了政策的空子 村民们注意了啊 现在广告给我重要控制 各个烟花泡上生甜点的 这个生产呢 赶快给我停下来 叫你们的负责人 到这个村里会来开会 你真的是 乡里的书记 那还有假 我是乡党委的副书记 主管烟花爆竹生产 周主任 我们乡的烟花爆竹 都是我搞起来的 在这方面呢 我有两条经验 一呢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表面上管 背后呢 大力支持 另一条经验呢 就是说了不干 干了不说 这个烟花爆竹生产呢 就是属于干了不说 这一类的 我们呢 从来不做宣传 对外呢 都保密 当然 领导要是问起来 我们还是要如实汇报的 对对对 一定要如实汇报 这样才是好干部 对了 关于生产烟花爆竹 吴书记是什么态度 吴书记 那还用说 大力支持 周主任 周主任 真不好意思 我去接你去 没碰到你 吴书记 接下来你讲吧 我讲 我讲什么 向领导汇报啊 主任 走了 这 周主任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你们知道 今天咱们哄狗的人是谁吗 咱们县里办公室的周副主任 周副主任 人家可不是来一天半天 是来咱们乡蹲点的 今天走了 他一半天他还得来 行了行了 大伙商量商量商量 看咋办吧 咋办呢 村长说咋办 咱就咋办呗 村长是让咱想主意 他要说不干了 咱也就不干了 可是我知道村长 不会不让咱们干吧 谁说不让干了 那干咱还得干 可咱得把这个危险器 给他扛过去知道不 怎么办 哎呀 我心思明日一早啊 他们一转又来咱村检查 这么着 咱不让他看出半点破坛不就完了 只要他不在咱村住 那以后不就没事了吗 他要敢跟咱村住 我保证让他拉不出屎来 我说怎么越说正事你越扯淡了 闭嘴 笑啥也笑 听我的啊 咱们这几个生产点 今儿把这个材料都归拢归拢 归拢到几个专门的库房里知道不 哎 他们来了以后呢 除了这几个库房到处都可以让他们看 他们走了咱弄成了再接着干不是吗 大伙说行不行 好主意 哎 村长这主意好 我们家那房子大 算一间库房 行 行你家算一处 还有谁家 我家有 你家 我家 还有他家 够了够了够了 主任 你能到我们靠山乡来蹲点 我代表向你点欢迎啊 你的房子我都给你收出来了 就在这儿 行行行 对了 吴书记 要不你还是先陪我去一家吃 我觉得他们村的问题比较严重 你看今天太晚了吧 先吃饭好不好 周主任 你明天要是不走的话 我再向你汇报一下计划生育的工作 好啊 好啊 你怎么还在这儿你啊 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处理完呢 主任 我说 周主任 先吃饭 走走走 不是你老坐这摩托车多危险啊 啊 您坐 我遇到呀 啊 你怎么挣个桌子干什么用啊 老跟客户谈生意 你不弄漂亮的人得瞧不起你啊 宇大啊 嗯 那个工程招标的事 你想的怎么样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琢磨着啊 我绝对不应该去找这米树林 他现在刚刚上任 这会儿是什么婚姓都不敢沾的时候 我也找过那个王处长 他没敢跟我说这标的事 现在县里的干部啊 都是小心翼翼的 不是那魏苍生的事还没解决清楚吗 我觉得啊 应该找找这陈树恩 虽然他老与嗤骨 哎 但是他跟咱们胡家的关系 一直还不错 嗯 路子对了 谁来了 我儿子来了 他一个人吗 哎呦 哎呦 老胡啊 哎呀 你可是个稀客呀 啊 陈主任下班的啊 哎呀 大老远的 跑到县城来找我有事啊 我是无事不登三毛店 接着来呀 找你有两件事 哦 事还不少嘛 来来来 坐下慢慢说 哎 哎 谁说你也坐 来 丑主任 行 来 来来来来来 来我介绍一下啊 这是县办公室的周主任 这是李副厢长 你好 你好 赵总统 你好 你好 李副厢长 你好 大家请 大家请 来 坐 坐 你坐 你坐 坐 坐 哎 那个 好副书记 怎么没一块呢 好副书记 啊 哪个好副书记 就是刚才 给我汇报工作了一个 哎呀 他呀 我跟你说 他是个神经病 神经病啊 不信啊 那不信 你问问他吗 他 他真是神经病啊 您不知道 疯了一两年了 前两时间身体还好 最近病情又加重了 他真是疯子 不可能吧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哎 不说他了 来来来来 赶紧给主任招上酒 快快快快 可我怎么觉得 他说话办事 都挺正常的 哎 我告诉你说 这啊 就叫文风 他也不打也不闹 就想当副书记 哎 每天是早八点来上班 哎 好好 晚六点钟下班 有时上次有什么 来个人什么的吧 这 这 跟着接待 我们把他撵过去 他还来 你说他们家 以后你老看着他吧 他怎么疯的 哎呀 这说话挺长 他原来吧 是乡里的一个 计划生育助理 有人就跟他开玩笑 说咱们乡里 计划生育工作 搞得不错 要替你当副书记 他还就认真了 哎 工作也挺卖力气 有一次是 做一个计划生育 一个钉子后 他跟人打起来了 脑袋受刺激了 神机失常了 我还真以为 他是副书记呢 周志愿 我跟你说 这个乡里工作吧 也就是挺复杂的 啥事都有 来来来 那恐怕 他跟我说的 都是实情吧 他 他跟你说什么了 你真想知道 你们怎么会对这项工程 感兴趣呢 据我所知 这建筑 好像不是你们胡家的特长 可我听说 米县长 要把这个工程 给市里的那个沈丽红 真有你老胡的 其实啊 那只是米县长的一个想法 是他异乡情愿 人家沈丽红 还未必看得上呢 陈手机啊 以后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我们家老大呢 什么都想干 他的想法我支持 只要他有精力 有能力 多学学 多闯闯 也是好事吧 现在生意不好做了 这根有的缺空呢 那里还能补上来 老胡啊 我知道 你是想扶持和培养你的儿子 不过 你们家老三惹出那么大的事 把魏苍生都给搞到了 陈书记 说实话 老魏这回一出事啊 对我们胡家 多多稍稍有些影响了 你说如何扭转 大伙对我们家的看法呢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啊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要借助农机配件市场 这个事 扭转一下 大伙对我们的看法呢 那怎么个扭转啊 全力支持县里的工作 你给米县长 闯个话 虚话咱不说了 在农机配菜市场的建造中 我胡二旦 我胡二旦完全听他的 胡二旦就是胡二旦啊 一下子就能找到问题的关键 你不愧是农民兄弟里的人精啊 政府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你就是咱们县里的头一个 你是满脑子的聪明才智 能有你这样的心机 你想不发财都难了 陈叔叔 你可别夸我了 要不是不放心 我们家老大办事不利索 还用得我特意跑来向您请教吗 你不是说有两件事吗 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 是我们家老二的事 咱们几个陪周主任再走一个啊 来来 周主任 别干了 干干 随意 随意 干啊 周主任 您那个 干干干干干干干 周主任呢 周主任 这有关于这个生产烟花霸主的事吧 乡里面真是一直在做 可这种事吧 它就这样 你今天查了 它今天听了 你明天不查 它明天就生产 真是摁到了葫芦 洗了瓢 你拿着没办法 这样 关键是领导的态度 这态度决定一切 对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们要是不抓紧 你们就是疯了 对 对 主任的话很重要啊 这是在对咱们的提醒 来来来 主任 咱们再干一个 先干一个 周主任 别拿疯话弹针 来 我说你怎么该清的还没清啊 你们都干啥呢 这么磨磨蹭蹭的 赶快干 赶快 该搬的搬 咱不能停吧 咋啦 总得把这批活干完再停吧 哎呀 你把这批活干完了 我这个村长扫 换成别人了 知道不 该清的行 赶快干 搬搬搬搬 那时间可不能太长 要不然损损搬搬 你说你们 来来 听我说 他的检查就是一阵风不是 那检查过去 完了以后 咱们再接着干呢 该清的行 把这个该搬的都给我搬走啊 来来来 别干了 我们ifter 比如说 干干干干 干干一定要干的 一定要干干干干 干干干干 干干干 你要干大忙 干干干了 哎 你老实说 嗯 于家春烟花爆竹的生产情况 到底怎么样 赵主任 自从县里下发规定 严令禁止 县里又派公安局到那去清场 他们早就停场了 啊不就为这个吗 你去了以后 他们说了些不该说的 做了些不该做的 他们思想里的 有情绪 是啊是啊 那差点 把我们车都给掀翻了 不过也情有可原啊 毕竟是 断了他们的财路嘛 可不就为这个 那个村长于世道 他思想想不通 我让他在家里写检查呢 来 胡叔姐 我 我还是想 到于家村去看一眼 你看 明天吧 明天我陪你去 好吧 周知 周知 我代表我个人啊 我我敬领导一杯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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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领导押经啊 干了啊 好好好好 还不为海量 海量 周主上 周主上 来来来 行的不行 活也敬你 敬你 再喝就醉了 不要紧的 别日海量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随意啊 别别别随意 干了干了干了 我先干了已经 得干 干了 胡二旦那个二儿子 刚当了没几天的书生长 怎么 又想当相当委书记了 胡二旦要是能把这件事 办成啊 也许对我有利 人家把事办成了 对你有什么利 今天早上八点不到 一场潮火大雨 把你文贵的身份 变而向 把你文贵的身份 变而向 你想啊 他要想把这事办成 就得找省里的黄书记 黄书记就会把这事 押给市里的郑书记 郑书记 就会把它押到 米淑林身上 那又怎么样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这事米淑林要是不同意 他要是顶着不办 他不仅是得罪了市领导 把省领导也得罪了 可他要是同意了 县里的干部群众 就会说他跟魏苍生一样 是个贪官 不知道收了人家胡家多少钱呢 所以啊 不管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他都是两头难受 里外不是人哪 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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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再敬敬一杯酒 行不行 我不能再喝了 你看 这酒您要是不喝 您不是看不起我吗 不是瞧不起谁 我真的是不能再喝了 周主任 您是县里来的领导 酒量是县级的 我们是乡下干部 酒量自然是乡级的 我要再喝 真的就醉了 周主任 这杯酒 您要是不喝了 就说明您没有诚心 那是看不起我们乡镇干部 这位老兄 我真的是喝不下去了 我说周主任 您没听人家说吗 我们乡镇的工作 都是在酒桌上办 这酒要是喝好 这事 也就办好了 是啊 对 这酒要是喝不好 这事 可都不好办了 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 那我再干一杯 好 来来来 这可是 最 最后一杯了啊 那咱们干了 干了干了干了 先不干了 对 咱们先把这杯干了 来来来 干干没干吗 你现场的 胡少 兄弟 这样啊 你现场要是问 你就说停了 明天 我保证余家村 没有生产烟花包装 拜托了啊 喂 你到余家村了 情况怎么样 我去过了 前段时间 县里 厢里 抓得紧 所有的摊点 都停了 不过 村民情绪挺大 村民们有情绪 那是正常的 要做好安抚工作 对 你见到吴建明了吗 哦 见到 我跟他谈过了 明天 我们还要去一家村 具体到各家 各户去看看 好 关键是做好乡村 两级干部的工作 要尽快制定出 质地非法生产烟花 泡车的责任职 把工作落实到人 米县长 我知道了 您放心 我一定把事情办好 好 再见 总之 米县长咋说的 米县长让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是再灌我的酒 把你们都撤了 我给你们开玩笑 哎呀 你这玩笑可真吓死我了 真是 来 周春 喝酒喝酒 喝酒 酒是不能再喝 跟酒没关系 喝喝喝喝 周春 站不站 您喝一个 我喝俩 好好好 周春 这样 您喝一杯 我喝三个 行了 真行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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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三个啊 你 啊 好 来 来来来来 走 走 周主任 周主任好 吴书记好 嗨 各位好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周主任敬酒啊 我跟周主任是第一次见面 虽然 今天你们吃饭没叫我 但是 领导的酒我总得敬吧 敬了这杯酒我就走 不耽误你们商量工作 哎 好 这个 周主任 这杯酒您一弄哪喝 赶紧静 今晚你走啊 耽误不了你们的事 我那还有一大堆工作呢 周主任 刚才 他们是不是说我坏话来着 没有 肯定说我坏话了 要不然 我这一进来 这周主任怎么连站都不站起来啊 这我还看不出来 周主任啊 他们 是不是说我是疯子 周主任 周主任 咱们县里 魏苍生是书记 米书林是县长 我说的对不对 我能是疯子吗 哎 魏书记呢 他找我谈了话 他说的 要提报我当这个相当委的副书记 给吴书记当助理 吴书记呢 一直把这事给压着 还没来得及宣布呢 不过呀 我的事不重要 周主任 您的工作最重要 爽啦 你不是来敬酒吗 赶紧敬啊 赶紧敬 抢老爸的这事 来来来 周主任 我先干为敬 好 好 周主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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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哈哈哈哈 慢点啊 来来 来 客人 哎呀 糊涂糊涂 糊涂的 啊 没事 不用扶 啊 吴书记 哎哎 我在这 我在这 你明天哪 别忘了教训我 咱们还得去一家村的啊 好的 你放心 明天早晨 我一定把你叫起来啊 慢点慢点 别拿啊 直接给他糊涂床上 来 慢点 哎 好了 走 走 来叔啊 坐 你们俩吃了 哎 来啦 就来 哎 坐坐坐 坐坐 在那吃 嗯 好好好 喝吃 行 嗯 二叔 嗯 吃完饭 你在村上那儿收拾去 他那儿有点没停 肯定就没啥事 一腿就滑着呢 每回都是先让咱们停 他那儿加紧干 最后外边人家要货名 叫他们家货多 没错 他们家肯定没停 嗯 不信 去他家看看 那如果那样的话 咱也不停 明天接着干 哎 师弟 我吴建民 你那儿弄得怎么样了 明天我可陪周主任到你那儿去了 喂 王处长 妈 帮你过来一下 嗯 把招标那些资料都给我拿过来 哎 陈叔姐 来来来 啊 你看情况乐观吗 什么 是你力宏集团的招标书也送来了 好好好 拿到 马上送来 哎哎哎 陈叔姐 哈哈哈 老米啊 还在为招标的事发愁啊 哎呀 不急不行啊 咱们把标底定得那么低 我怕万一没人捧场 哎呀 就太难看了 哈哈哈 是不是沈丽宏也来参加啊 啊 刚才王处长打来电话说 嗯 他们的招标书已经送到 现在有四家竞标 情况还比较正常 嘿嘿嘿 哦 对了 胡二旦昨天让我给你带个话 说是他们二旦集团愿意接这个工程 而且会以最低的价位竞标啊 哦 能有这样的好事 我也找王处长了解了一下情况 只要 你对胡二旦一家没什么成见 呃 锦标会 那肯定就是走过场了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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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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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干什么 该出发了 去哪 余家村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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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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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主任 周主任 你找谁 哎 我的车呢 我的司机呢 一大早你找司机干啥呀 我得让他送我去一家村 然后啊 还得让他赶紧回县城呢 周主任 这么回事啊 我呀 让后村给咱县领导准备了土鸡蛋 一大早 我让你的司机 把土鸡蛋送回县城了 好啊 吴介敏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去一家村 哎 不 我警告你啊 要是出了事 这米县长怪罪下来 我看你怎么说 开你的车 赶紧走 开我的车 不是 我的司机还没上班呢 哎 吴师姐 您的司机早就来了 我帮您叫去 啊 吴师姐找你啊 吴师姐找我 去一家村 赶紧赶紧 走吧 去一家村 市里的力宏集团 与县里的二旦集团 标题最接近 但两者还相差 一百二十多 那好 那我们就订二旦集团 好的 老米啊 好像你对今天的结果 还不是很满意啊 工程能够定下来 我当然满意了 可是今天的结果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胡佳 向来都是以利益为主的 他怎么 愿意用这么低的价 就接这样的工程 老米啊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霍尔丹不是一直说 要支持你 米现场的工作吗 当然 胡佳那也是在作秀 可是受益的是 咱们深田县的老百姓啊 用省下来的钱 咱们还可以上 其他的项目吗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工程款本来就少 如果他们在赚里边的钱 那工程质量 可真就难以保证了 真就多虑了 合同规定 他们是要先垫一部分资的 要是不能保证质量 咱们就不验收 到那个时候 他们不仅赚不到钱 连本都要搭进去啊 看 我把沈灵红给拉回来 这 现在 也把人家给得罪了 这一段时间 米树林的工作很有成效 基本上是稳定了深田的局面 魏苍生再任时遗留的问题 处理得也很好 他们搞的农机配件市场工程 通过招标做得也不错 这么说 米树林的脑子还是很清楚的 工作上也非常有成绩 市委常委决定 任米树林为深田县的县委书记 你今天过去一趟 马上宣布市委的决定 好 我马上就出发 怎么回事啊 车出一点毛病 尝尝 没车了我这车 提到你 他走得留不住 敢留得莫无尽 是非去止 都在百姓的故事里 蔓延的总是情 烂接的总是意 天地良心都在明前的口律 都说独目难成你 都说过多难分离 多少双眼睛靠着你 多少可惜贴着你 该走的留不去 该留的抹不去 是非取之 都在百姓的故事里 人间人红 当好爱你的福 苍天后途 做好父母的儿女 爱走的留不去 看留的抹不去 是非取之 都在百姓的故事里 难言的总是情 难解的总是意 天地良心 都在明前的口律里 都说独目难成你 都说过多难分离 多少双眼睛靠着你 多少可惜贴着你 多少可惜贴着你 人间人红 人间人红 当好爱你的福 好爱你的福 苍天后途 苍天后途 做好父母的儿女 做好爱你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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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怎么会连 form